荷蘭語 大家好,我是Martin,你們的荷蘭語老師 上次我們學了MAR 三個用途 你看過了這個視頻嗎? 如果你還沒看到,你可以按這裡的連結 在上次的視頻裡,我說了 有時候MAR那個單詞是只有的意思 MAR有時候是只有的意思 然後我發表視頻後 一個學生對我說 Martin Alain 也是只有的意思 你剛才說的在你的視頻裡 MAR也是只有的意思 那這兩個單詞 MAR和Alain 有什麼區別? 哪裡不同? 所以今天我會解釋一下 這兩個單詞 哪裡不同?有什麼區別? 好嗎? 好 首先 我要說 如果你用MAR MAR MAR 你需要 你必須用 數量 你必須用數量 如果你要用MAR 而且你的意思是只有 你必須用 你必須用數量 比如說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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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在這個句子裡面 我們不可以說 MAR 我們不可以說 可以說 可以說 但是很奇怪 我們用MAR 因為 2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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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幾個 幾個也是數量 差不多 所以 所以我們也用MAR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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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20塊錢 好嗎? 所以你用數量的話 你應該用mar 好 如果你沒有數量 你用alain 比如說 我現在看這本書 我只有這本書 注意一下 我不是說1 我不是說2 我不是說3 我不是說這個 所以不是數量 所以我們用 我只有1 我只有兩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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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些也不是數量 因為這些可能是十個、十五個、二十個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用 ALANE I kept ALANE DESE BOOKEN 好嗎? I kept ALANE DESE BOOKEN I kept ALANE THIS BOOK 我還有寫這個 I kept ALANE DEEZE SLEUTELS I kept ALANE DESE SLEUTELS 我用 DEZE 那我用 ALANE 1,2,3,4 I kept MÁAR 4 SLEUTELS I kept MÁAR 4 SLEUTELS 好嗎? 好,清楚對不對? 好,還有 ALANE 也有另外一個用法 一個很常用的用法 ALANE有時候也是 一個人 一個人 第一次 沒有其他的人在 我一個人 比如說 I KLOPE ALANE NAR SCHOOL I KLOPE ALANE NAR SCHOOL 我一個人 走路去 去學校 I KLOPE ALANE NAR SCHOOL 我一個人去 I KLOPE ALANE NAR SCHOOL 好嗎? I KLOPE ALA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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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坐在 車上 I KLOPE ALANE I KLOPE ALANE 他一個人坐在車上 I KLOPE ALANE I KLOPE ALANE I KLOPE ALAN I KLOPE ALANE I KLOPE ALPERS 如果我說 I KLOPE ALANE 所以Nederlands,這個不是一樣的意思 好嗎? So studied Nederlands Allain So studied Nederlands Allain 意思是他是一個學生 沒有其他的學生跟他學習 So studied Nederlands Allain 好嗎? 如果我說 So studied Allain Nederlands 這個意思是他只有學習荷蘭語 沒有其他的語言 好嗎? 清楚嗎? 如果你還不明白 你可以下面問我 欸,Martin,為什麼是這樣的還是為什麼是這樣的 但是我希望現在 Alain和媽的區別清楚一點 好嗎? 好 下次再見 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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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